同学们,你们好,欢迎来到道德与法治课堂,我是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李嘉南老师。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,一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十六课,新年的礼物。 天气越来越冷了,宇涵同学拿出去年的校服往身上一穿,咦,怎么变小了,这是怎么回事呀? 宇润同学笑了,说,这是因为他长大了呗,可是什么是长大呢? 下面让我们看一个有意思的绘本故事,长大这件事,请你一边看一边想,在进入小学后的这一个学期里,在自己身上都有哪些成长和进步呢? 长大就是衣服变小了,长大就是新牙齿长出来了,长大就是脸浸在水里的时间更长了, 长大就是不爱哭了,长大就是不乱啃东西了,长大就是能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,长大就是比自己小的人越来越多了,长大就是对比自己小的孩子更友善了。 宇润同学们,下面请你说一说,在过去的一学期里,自己身上都发生了哪些成长和进步呢? 有些同学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和我们分享了,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吧。 在过去的一学期里,我通过了极大七级考试。 在过去的一学期里,我学会了刀饺子。 在过去的一学期里,我看了一百多本书。 在过去的一学期里,我的仰卧起座从一分钟二十三个,进步到一分钟四十二个。 真好呀,其实像这样的成长和进步还有很多。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个视频。 请你一边看,一边想,里面的这些成长和进步,自己也有吗? 同学们,这些身体变化、生活能力、学习成果方面的成长和进步。 你也有吗? 有些同学兴奋地点了点头,真了不起呀。 在过去的一个学期里,你在身体、生活以及学习方面有这么多的成长和进步, 真令人感到高兴。 快把赞美的大拇指送给自己吧。 那同学们,你想过吗? 你的这些成长和进步都是从哪里来的呢? 有一位小同学,要和我们分享他的变化历程。 请你一边听,一边想,他的成长和进步是从哪里来的呢? 大家好,我是清华富小的一名学生。 刚刚进入小学的时候,我的体能不是很好,跑步超级慢。 跳绳一分钟,只能跳六十个。 十星球投掷,我使足了力气,也只有四米。 可以说是一名体育困难户了。 但是,我没有灰心和放弃。 我坚持每天锻炼。 每天一大早,我就来到操场,参加晨练微课堂。 每天的体育课,简讯大课先,游泳课。 我也认真学习,努力实践。 每周,我都会参加班级组织的足球训练。 假期,班级组织的健走乐野活动,我也积极参加。 针对我跑步很慢的情况,老师一对一给我指导。 从跑步姿势到耐力训练,渐渐的,我跑步越来越快了。 体育测试的时候,我的同学们给我加油鼓劲。 听着他们的加油声,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。 我的爸爸妈妈也给了我很多的帮助。 假期的时候,他们会陪我去爬山,抢剑体魄。 我们还制定了健身计划,火撑,跳升,跑步,游泳等。 遇到困难时,爸爸妈妈会给我指导。 感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,他们会给我鼓励。 就这样,在一天天的坚持中,我的体育越来越好,再也不是刚入学时候的困难户了。 最终,我凭借优秀的体育成绩,学业成绩和思想品德,获得了北京市海淀区三好学生称号。 同学们,你发现了吗? 他的成长和进步都是从哪里来的呢? 让我们来听听同学怎么说。 首先是因为他自己很努力,每天都坚持锻炼。 我要向他学习,要想进步,自己得努力才行。 此外,老师、家长、同学的指导、帮助、鼓励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 说得真好呀,那同学们,下面请你分享一下,你的成长和进步都是从哪里来的呢? 让我们来听听同学怎么说。 为了练就一手好汉字,我每天坚持练字。 练字时,我首先会仔细观察字的结构,以及它在填字格中的位置。 每写一个,就和字贴上的贩字比一比,看看哪里需要调整。 就这样,每天练几个字。 日记月雷,我不仅字写得更好看了,在练字的过程中,也认识了很多新字呢。 这学期,我学会了刷碗,我也能给家里帮忙了。 刚开始,我根本不会刷碗,看着水池里的碗筷直发愁。 爸爸过来耐心地知道我,先把碗碟用水冲洗一遍,再用海绵擦,沾上洗洁剂一个一个擦,擦过的碗碟落在一起。 最后,把他们再用清水冲洗干净。 这样不仅洗得速度快,而且还能节约水资源。 我现在可是家里的洗碗小能手呢。 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我的吉他老师。 从我刚刚接触吉他到现在,都是他在教我。 是他让我爱上吉他。 在他的细心指导下,我的吉他演奏水平越来越高。 我今天的成绩离不开老师的教导。 这学期,我的计算能力特别有进步,这多亏了同桌的帮助。 当我遇到不懂的地方时,他总耐心地和我解释,他不懂的地方,我也会跟他说,他是我学期中的好伙伴。 感谢同学们的分享。 就像同学们说的这样,成长和进步要靠自己的努力,同时也离不开他人的帮助。 那同学们,你准备怎么向那些帮助过你的人表达感谢呢? 几个小同学针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。 让我们一起去听听吧。 我的成长和进步离不开家长、老师、同学的帮助,我该怎么表达感谢呢? 我们可以送上感谢的鞠躬礼,并真诚地说声谢谢。 快要过年了,我们也可以亲手制作小礼物或者贺卡送给他们,来表达祝福和感谢。 真是个好主意呀。 那同学们,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视频,一起学习一下如何制作贺卡吧。 同学们,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贺卡。 你需要准备材料有,一张白色的卡纸,一些彩色的卡纸,一个固体胶,一把安全剪刀,一份彩笔和一些剪好的爱心。 首先,我们打开白色卡纸,把它对折。 接着,我们把彩色卡纸剪出比这张白色卡纸小一圈的长方形。 并剪好后,我们把它贴在白色的卡纸上。 贴好之后,我们拿出事先剪好的大小一致的爱心,把它拼贴起来。 在贴的时候,我们让两个爱心背靠背,一半粘上另一半。 接着,另一个爱心的一半再粘上下一个爱心。 贴好之后,我们把它打开。 最后,把底部的一面贴在我们的合卡上。 一个好看的贺卡的外部造型已经结束。 我们可以开始布置贺卡的内部。 首先,写下我们需要写的内容。 在试写贺卡时,首先要写上你要把贺卡送给谁。 可以写出你对他的感谢,并写上你对他的新年祝福。 最后,要记得写上自己的名字哦。 设计完毕后,我们可以在贺卡内部增加一些装饰品。 比如,剪好的小爱心。 或者是,你用彩笔画出的可爱形状。 好了,同学们,今天的贺卡,我们就学到这里啦。 请你开始行动起来吧。 同学们,你学会了吗? 你准备把贺卡送给谁呢? 一切小同学,分享了他们的想法。 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。 我想把贺卡送给努力的自己。 在我的不断努力下,我的书法很有进步。 我要把贺卡送给我的家人们, 感谢他们对我生活和学习上的关心和帮助。 我要把贺卡送给我的同学, 感谢他在我遇到困难时对我的帮助。 我要把贺卡送给辛勤工作的老师, 是老师教给我这么多的知识。 祝他身体健康,新年快乐。 感谢同学们的分享。 相信收到你们感谢和祝福的人, 也一定会感到非常的快乐和幸福。 同学们,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了。 你希望在新的一年里, 也有哪些成长和进步呢? 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愿写下来, 封存起来。 到了明年年底, 再打开看一看, 自己有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呢? 有几个小同学, 很好奇, 心愿许下之后该怎么实现呢? 下面让我们先看看他们的心愿是什么吧。 我希望新的一年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。 我希望新的一年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。 我希望新的一年可以增长生活能力, 让爸爸妈妈轻松一点。 同学们, 下面请你做他们的心愿小天使, 帮他们想一想, 如何才能实现心愿呢? 让我们来听听同学怎么说。 要学习知识, 首先要做到上课认真听讲, 遇到不懂的, 下课要及时问老师或者同学。 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也很重要, 有时间的时候还可以多看看课外书。 交朋友首先要主动, 主动表达想和对方交朋友的想法。 没错, 同时要善于分享, 乐于助人, 这样也会吸引到更多的朋友。 想给家人减轻负担, 首先要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, 如穿衣服, 洗脸, 收拾书包等。 酒花擦桌子, 扫地, 洗碗这样力所能及的家务, 也可以学着做一做。 感谢同学们的出谋划策。 冬去春来,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。 小树说, 新年是绿的嫩牙。 小鸟说, 新年是更强的翅膀。 同学们, 你们说新年是什么呀? 让我们来听听同学怎么说吧。 新年是更强健的体魄。 新年是增长的知识。 新年是更多的朋友。 诗牙同学们, 新年新气象, 美好的生活就在我们的脚下, 就在每一天积极向上的生活里。 让我们带着对新年的期待继续出发吧。 同学们,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。